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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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NOVA的一份子我很自豪 整个团队都很有活力 比赛之后我们全力以赴 在游戏之外 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一起都很开心 我感觉融入的都挺好的 然后打得也挺融洽的 怎么能吃得这么心安理得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 我们NVA等级视频战队的队员们 上台自我介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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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喝棒子 我要喝 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尤其是伞兵 伞兵现在这个比赛里面 已经是最顶尖的选手了 但是呢 他需要保持在这个位置 自从我们从迪拜的PMGC回来之后 工作就没有停下来过 今年给很多品牌 还有公司拍了视频 因为拍摄的原因 要去不同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感觉只要一拍摄 我就会在化妆椅上做很久 如果连续三天都不去化妆的话 我就很开心了 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幸运 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都很幸运 他现在的责任很重 因为他现在是作为中国和平精英的形象代表之一 还好吧 我个人感觉压力没有那么大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我觉得能够代表我的队伍是一种荣幸 能够参与到让电子经济和游戏 在一非正确对待的活动中 我觉得很棒 没了 没感觉 有时候在一些人看来 玩游戏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我想让大家知道游戏是可以非常积极的 最近也是参与了一些拍摄 一些联盟的轩转片 然后也会对比赛造成 就是训练时间不足吧 有点感觉 这并不容易 作为弄瓦电竞的一份子 帮我们值得冠军的同贤 我们相信自己 尽敬最迷的事 是每一次逆分分完好 我非常努力地去训练 才能成为今天的我 我觉得散兵很值得学习 即使在取得目前的成绩之后 也能够保持他那种不断进取的心态 因为我之前是作为选手 就只能看到自己的一个第一人称 第一视角的一个操作 其实现在退下来之后 现在每天都是 也是比以前当拳手要轻松很多 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起来就是吃饭 吃完饭直播 如果有比赛的话 我的解说有排班的话 我就会去到比赛场上面去进行解说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会去直播 相比去年来说 我们现在也是有两名的新的教练 然后他们会弥补我们技战术 或者是战术方面的一些不足 这对我们的队伍提倡是很大的 我觉得NV是一个很强的 很有实力 也很有比赛经验的一支队伍 毕竟他们已经拿过世界冠军 还有这些联赛冠军 也是一个大满贯的队伍 我在加入NV之前的话 对NV的了解就是 在各个方面都比较突出吧 就算尼泊里面是最好的队伍 然后我现在也是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就想要是通过这段时间 然后去突破自己 我要看到对面 运营你请着帮我架架 我们还是有些不足 就是细节上面 还有运营什么的 都得进步 如果你不选择继续努力的话 你就是在运营一趟步 至少会被别人超过 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 我们还是就是保持我们一个正常的心态 去每一天去训练 然后去每一天去学习 就是保持自己一个进步 然后去争夺每一次冠军 S3赛季可以说是就是有点 有点紧张又刺激吧 在我不打职业之后呢 我现在的新工作也是让我对这个比赛看法也有了不同的角度 就是从小跟着外公一起去外面 看着他象象棋 然后从小有一种耳濡目染的感觉 然后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 其实我认为象象棋的话 不只是只有输赢这两种选择 那么在就是我们对方或者自己每下的每一步 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全球有很多的玩家都把NOVA还有散兵 看作成为自己联赛的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如果有其他队伍想要获得胜利 他们都知道必须要击败NOVA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